世界十大鬼城现状 全世界有众多鬼城,这些地方原本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,由于各种原因,已经荒废。 途中,日本端岛,原本有个大矿井。 1974年,矿井突然倒塌,岛上无人管理,短短几年时间末有一人在此居住。 这是法国格拉那河畔的奥拉杜尔,原本是个繁荣小镇。 二战时法西斯在此屠杀642人,之后没人敢在这里居住。 乌克兰普里皮亚纪,1986年时有5万人。 切尔诺贝尔和事故后,所有居民紧急疏散。 如今这里末有一个人,只有探险者敢进去。 这片海滩原本非常美丽,位于塞浦路斯瓦罗沙。 1974年,土耳其军队占领这里,然后成了死城。 英格兰英国镇,以前有击千人口,后来在此驻军后,全部居民被赶走。 美国加州搏地震,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时非常繁荣,很多淘金客怀揣发财之梦来到这里。 淘金热销退后,这里无人居住。 纳米比亚的卡曼斯科,基十年前这里钻石丰富,钻石的兴起使这里形成小城。 钻石挖完后这里成了连鸟儿都不去的地方。 巴西福特兰迪亚,福特公司创始人福特先生原本要在这里建一个巨型橡胶园。 建到一半,半途而废,留下一座座破旧空楼。 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的亚瑟港,以前这里关着很多犯人,1996年以前,每年有上万游客钱来参观。 1996年4月28日,一名枪手在此屠杀35名游客。 从此这里莫人赶来。 希腊史宾纳隆家岛,20世纪上半期,这里是麻风病人隔离区,一度关押上千名病人。 现在,这里一个人墨游。 下部影片预告,2012版最新吉尼斯世界纪录精选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